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全身 已經濕透透的黑衣男子 在海平面上抱著浮標 一旁兩名海巡人員 也小心翼翼保護著男子 岸上的海巡人員 與時間賽跑 加緊利用拋繩帶展開救援 人沒有大礙 可以自行走路 禁錮眾人一番努力 成功將男子救上岸 好在他意識清楚 還可以自己走動 這名年月24歲的高姓男子 27號晚上9點多 到台東富岡港區 紅燈堂旁邊釣魚石 突然重心不穩 跌落海面 附近的民眾見狀 緊急通報救援 該民眾意識清楚 及生命狀況均良好 後續由救護車 送往台東基督教醫院 實施觀察 海巡人員全副武裝 將人平安救出 不過在夜間進行釣魚活動 海巡人員也提醒民眾 要特別注意安全 建議可以穿戴救生衣 多加一層保護